接著我們要上的就是一個重點 叫做透鏡成像 上之前要先教所謂的透鏡 透鏡就是透明的 這東西透明 可以讓光穿過去 光穿過去的時候因為進到不同劍 只會發生折射 所以透明的讓光能夠產生折射的東西 我們統稱叫做透鏡 我們簡單的教兩種 一種叫做出透鏡跟凹透鏡 透鏡有三種 有雙凸 有平凸 有凹凸 就是 兩邊都凸叫做雙凸 一邊平一邊凸叫做平凸 一邊凸一邊凸叫做凹凸 凹透鏡也有三種 有所謂的雙凸 平凸跟凸凸 兩邊都凸叫做雙凸 一邊平一邊凸叫做平凸 一邊凸一邊凸叫做凸凸 好笑 那到底誰是凸凸 到底誰是凸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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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是看最後一個是雙凸 平凸凸凸凸 中间比旁边后的叫凸透镜 凸透镜有个特点 叫做可以使光线汇聚 我们可以用三菱镜来模拟它 我们前面交过三菱镜会折射向比较厚的那一边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凸透镜 中间后两边薄 折射向后的那一边 光线就汇聚在一起了 所以呢 凸透镜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汇聚光线 那反之什么叫凸透镜 凸透镜就是中间比较薄的 中间比较薄的叫做凸透镜 而凸透镜呢会发散光线 也一样我们用三菱镜来模拟 这样看到这样三菱镜 中间比较薄叫做凸透镜 然后折射向后的那一边 所以凸行光竟然就散开来了 这叫做凸透镜会发散光线 这是一个重点 你要记住有些题目 你只要记得凸透镜会汇聚 凸透镜会发散就解决了 有些题目你只要记得凸透镜会汇聚 凸透镜会发散就解决掉 所以请记住 凸透镜会汇聚 凸透镜会发散 然后 有个东西叫做玻璃砖平玻璃 平平的平平的玻璃 那根据这个图上面所显示的折射 你可以看到 路射光进来 折射光出去 路射光跟折射光会平行 但是会有个小位移 平行但是会有个小位移 叫做 叫到平玻璃的时候 玻璃砖的时候 路射光跟折射光会平行 那这个小位移 然后呢 这个在未来会用到它 可做不会明示 用到它可做不会明示 不要做玻璃砖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一些部位的名称 现在有个凸透镜 中间有个点叫做所谓的镜心 中间有个所谓的点叫做镜心 重点叫做 通过镜心的不声偏准 通过镜心的不声偏准 实际的情况是 一 我们教国中所教你的 不透镜 凹凹凹凹凹凹凸 都假设是常活动镜 常就是很大很大 活力一点点 那么所以它镜心的那一块 其实就像个玻璃砖 蛮想过的 进到温暖位置会有什么 小胃疑对不对 小胃疑 我现在很薄 所以胃疑会这样的想 所以以后就要忽略服气 所以我们当它不声偏准 所以重点叫做通过镜心的不声偏准 如果未来你要用画图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这是一个你要会画的线 通过镜心不声偏准 再来主轴就是 你左边有个圆心去画一个圆 右边有个圆心画一个圆 然后中间的交集就是个凸透镜 然后两个圆心的连线就是所谓的主轴 主轴它会垂直在透镜 而且会通过镜心 通过镜心 那未来会有什么平行主轴的光会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这个东西叫平行主轴 焦点 就是折射光会去的一点叫做焦点 我们讲叫折射光 很实际上还有分所谓的实焦点跟虚焦点 实际上也是真正的光是会去的 真正平行主轴的光 然后真正的会去在那一个点上 这个是光线实际上有会去的 这叫做所谓的实焦点 凸透镜是会会聚光线 所以它会把光线聚在一起 所以它出现的是叫做实焦点 但是呢 凹透镜是发散光线 它并不会把光线聚在一起散开来 所以它是延长线 延长线焦为一点 那这个延长焦点就是 不是真正光线会去的点 那叫做所谓的虚焦点 所以凹透镜出现的焦点叫做虚焦点 图上面 左边凸透镜 平行主轴的光聚在一点 那一点叫做实焦点 右边凹透镜 光线散开 延长会去的那个点 这个点叫做所谓的虚焦点 并不是真正光线会去的一点 焦距 从焦点量到静心 实际上是要量到静心 可是你们量的时候 都只能量到玻璃啊 你里面量不到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假设我们做的是长焦透镜 现在很薄 所以呢 就只差一点点 所以就没有什么差距 没有关系 你做实验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大概猜一猜 就多一点点 就比那样也没有关系 长焦透镜 所以呢 焦距实际上是焦点到静心的距离 就称之为焦距 这个未来要用到它 一倍焦距 两倍焦距 所以你要知道 好 这是焦透镜的名称 平行主軸 位置在焦点 焦点是实焦点 焦点到静心的距离 叫做所谓的焦距 中有个静心 通过静心的光不升 偏扎出去了 出去了 好 这是焦透镜的名称 阿透镜类似 阿透镜会发散 平行主軸光散开来 确实延长线位置 它一点对点叫做虚焦点 一样 虚焦点到静心的距离 叫做所谓的焦距 也一样 你看到中间有个 空过静心的光 也是一样不升 偏的又直直的射出去了 刚才所在提过 凹透镜的部位称 了解一下 好 凹透镜放在太阳下 镜面保持平行 它会有什么现象 如果有人感受凹透镜会怎么样 凹透镜的小学要玩过了 凹透镜的太阳底下弄一弄 会怎么事情 然后呢 换成凹透镜会怎么样 来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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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號請起立 沒有啥現象 不知 31 31 31 你的答案 燒起來 奧透鏡呢 奧透鏡就散開來 渦透鏡會匯聚在一點 你的亮點會匯聚在 你調好就正好在一點上 一個叫所謂焦點 焦點會把熱量集中 就他說的樣 他就可以把紙燒起來 但是如果是放奧透鏡 奧透鏡把光線發散開來的 他不會再 他不會產生一圈亮亮的 他會變成黑黑黑比較暗的 光線散掉一個暗區 所以奧透鏡會匯聚 所以會形成一個亮區 奧透鏡會發散會形成一個暗區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很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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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